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对一杯心灵鸡汤 我看过一篇文章 说人这一生啊 就是在不断的挖坑 你每设定一个目标 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然后你要做的呢 就是不断的去填坑 等你把这个坑填平了以后 你又给自己设定了另外一个目标 于是你就要去填一个更深的坑 挖了填 填了挖 这最后也就是你一生的轨迹 等你终于走到了你生命的尽头 躺在你名下的最后一处 也是唯一一处的房产 你的墓室里面的时候 这时候万籁俱进 往日的荣耀屈辱 汗水泪水 那些已经填过的坑和那些没有填完的坑 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或者说都只是具有相同的意义 这时候在你的灵魂告别你的肉体的最后一刻 或许你突然会闪现这样一个念头 就是我怎么还是在坑里 或许你不甘心这样的结局 你想重新再来一次 于是让时间倒流 你又重新活过一次 你不再走以前的路 你拐了个弯 走另外一条路 然后就会发现你又掉进了坑里 这个坑不是你挖的 却是别人挖的 是你周围的环境给你预备的坑 而你在挖坑的同时 也是在给别人预备坑 所以最终你也和别人一样 一路坑坑洼洼的这么走过来 最后还是你本事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你还是回到了坑底 或许还是后世的某个人说的对 人努力了不一定成功 但不努力一定是很舒服 不知道我这杯心灵鸡汤大家听懂了没有 如果哪位听懂的话 麻烦你告诉我一事 因为我自己都没懂 喝完这杯鸡汤呢 突然感觉味道似乎不太对 也许是已经过期了 所以说呀 鸡汤搁久了会过期 挖坑挖的时间长了不埋 也可能也会引来麻烦 总不能让前人挖坑 后人跌倒吧 所以今天一开始 我就要先填一下上级挖的那个坑 这个坑呢 就是关于李建成是否还留有男性的后代 上一集我们提到 玄武门兵变以后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李世民杀死了 因为这五个儿子当时年龄都不大 都尚未婚娶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认为李建成就不会再有什么男性后代 李建成的这一只也就算被彻底的掐断了 但是实际情况获取并不是如此 李建成和太子妃郑观音结婚的时候 李建成已经是26岁 那么在16岁到26岁这十年之间 或者是更长一点的时间 李建成作为一个名门的嫡长子 他一定有过其他的女人 或许不是正妻 只是一个妾室 但是依然可能会有后代 在玄武门兵变的时候 已经去世的李建成的长子李成宗 很可能就是李建成在娶郑观音之前 与其他的女人生的儿子 李成宗肯定不是郑观音的儿子 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小了 李成宗和郑观音的年龄差不多 他去世的时候也将近20岁 那么李成宗会不会有后代呢 在唐朝贵族的男性子弟通常16岁就已经结婚了 十七八岁有后代的大有人在 如果李成宗有儿子的话 那这个孩子就是李建成唯一孙子辈的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存在 又能在玄武门兵变中幸免于难的话 那么他就是李建成唯一的男性后裔 那么问题是这个孩子存在呢? 自唐以来一直到现在 很多的学者呢 都认为这个孩子是存在的 而且呢 他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李白 为什么把一点集中在李白身上呢? 首先史书记载 李白出生于陨西的李氏 也是当年五湖十六国时期西凉王朝的创建者李浩的后代 和李渊、李世民他们同出异族 这一点应该是毫无质疑的 他的家族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犯了罪 所以呢 被贬到了西域岁夜 李白也就成了罪臣之后 但是具体犯的什么罪 在什么时间 是他的哪位先祖 李白从来没有跟人提起过 在唐朝的时候 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文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经常的会夸耀自己的家世 通常的人们都会先说自己的父亲如何如何 自己的爷爷如何如何 然后才会谈及元祖 而李白呢 却恰恰相反 他是只谈元祖 不谈近亲 对他的近几代的家世 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所以啊 基于以上这些疑点 从北宋开始一直到了现在 很多的学者呢 都认为李白就是李建成的后代 有的学者呢 还排列了一个次序 就是李建成的儿子李成宗 然后李成宗的儿子又生死 名叫李克 就是李白的父亲 最后传到了李白这一代 所以说李白应该是李建成的玄孙 那么这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怎么说呢 应该说从逻辑上讲是有可能的 李成宗呢 逻辑上有可能会有一个男性的后代 李建成呢 也有很多忠实于他的部下 所以呢 也有可能把他的这个孙子好好的保护了起来 这也可能是李白出生于西域的原因 因为那个地方呢 天高皇帝远 再有呢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李白不愿意谈自己的近亲 自己的父亲 自己的爷爷 因为他毕竟还是生活在唐朝 还是李世民这一系的统治之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种说法呢 还没有成为一个史学界的主流 所以呢 只能够算是一个猜想 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可以了 至于是不是真的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据来落实 好了 填完了坑 咱们继续往前走 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地方适合挖坑 今天呢 想跟大家说说剧中的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李乐燕 还有那个魏淑玉 这两个人呢 在历史上都是有原型的 李乐燕的历史原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生的最小的女儿 新城公主 而魏淑玉作为魏征的嫡长子 在历史上也是确实存在的 在1994年 考古队在挖掘新城公主墓的时候呢 在墓室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墓室墙上的壁画呀 虽然说画的都是非常的精美 但是呢 所有那些侍女的头 都好像是被一些锐气划掉了 明显能够看出人为的痕迹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后来啊 经过研究 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很有可能是当时唐高宗李治亲自命人这么做的 因为唐高宗李治认为这些侍女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公主 导致公主被家暴而死 所以李治一怒之下 命人划掉他们的头颅 据说实际上这些侍女在公主去世以后 就被李治处死或者流放 大唐的公主李世民的嫡女居然会被家暴而死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耸人听闻了 所以呢 要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始末 咱们就要从新城公主这一生的坎坷经历开始说起 刚才说了 新城公主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最小的女儿 她有一个姐姐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晋阳公主 说起来啊 咱们以前讲过很多期的大唐公主 很多朋友呢 还希望能够把大唐公主继续讲下去 我也答应大家说大唐公主并没有完 这也算是我以前挖的一个坑 所以呢 现在呢 也要慢慢的填 晋阳公主就是在12岁的时候就很早很早就去世的那位 可以说是李世民最宠爱的公主 也是和唐高宗李治感情最深的妹妹 他们两个人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抚养的 这也是开了历朝皇帝之先例 就是皇帝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女 同时被唐太宗李世民抚养的还有一个孩子就是新城公主 不过那时候新城公主还在强宝之中 新城公主是出生于贞观八年 最早她并不是叫新城公主 而是叫恒山公主 在她八岁那年 也就是在贞观十七年 那个时候魏征已经病重 李世民带着恒山公主去探望魏征 亲口向魏征许诺 这个就是你将来的儿媳妇儿 而要嫁的人就是魏征的嫡长子魏淑玉 魏淑玉那时候应该差不多二十岁 所以说她和新城公主应该有十二年后十三年的年龄差 这点呢和剧中就不太一样 在剧中玄武门兵变的时候 新城公主已经成年 但实际上呢那时候她还远没有出生 在把恒山公主许备给魏征之子魏淑玉之后不久 魏征呢就去世了 魏征去世以后魏淑玉要守孝 而且新城公主呢尚且年幼 所以并没有很快举行婚礼 没过多久影帝魏征就因为见人失当和妖名买职之罪 其实啊说白了魏征的罪呢就是没有严格遵守 演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公然抢戏 而且破坏了以前和她的影视搭档李世民达成的默契 这样招致了李世民的天子之怒 把她的墓碑都推倒了 并且撕毁了婚书 恒山公主不嫁了 这方面具体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看我的那期关于魏征的视频 现在也是在《长歌行》这个系列里 后来虽然李世民为魏征恢复了名誉 但是这个婚事就不再提了 或许那时候魏淑玉已经结婚 魏淑玉作为魏征的嫡长子 最后是承系了魏征郑国公的爵位 官做的也不小 而且寿命特别的长 她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多岁 自那场魏成功的婚事以后 她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和恒山公主有过任何的交集 恒山公主后来又被改封为新城公主 这一次李世民为她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夫婿 她是谁呢她就是长孙无忌的职辈长孙权 到了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就开始为自己的爱女 操办这个这场盛大的婚礼 不过那时候的李世民的身体已经是每况愈下 后来没等到婚礼举行李世民就驾崩了 那么按照礼法新城公主就要守孝三年 三年以后在她的哥哥唐高宗李志的一手操办下 新城公主才算是风风光光的嫁给了长孙权 婚后二人夫妻是生活的非常的和美 可惜啊好景不长 在唐高宗李志跟武则天二圣临朝时期 李志和武则天与当时的官隆贵族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最后长孙无忌失败长孙无忌被迫自杀 长孙权也被当地的地方官杀死 新城公主与长孙权在度过了十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以后 终于失去了自己最爱的夫君成了一名新寡 为此啊新城公主对她的哥哥高宗李志也是深怀怨恨 李志对他所钟爱的这个小妹妹的失去也是很心痛而且内疚 所以李志又千方百计的为新城公主又责定了一个家偶 选定的这位驸马呢出自于当时的名门韦氏叫韦氏聚 她也是李世民的庶长女东阳公主的亲戚 她和新城公主的这段婚姻也是东阳公主从中牵的线搭的桥 那么新城公主这个第二段婚姻又怎么样呢 应该说非常的不好 从新城公主这方面来讲或许是曾经沧海 新城公主一直没有忘了和长孙权的那段感情 所以呢对韦氏聚就非常的冷淡 而韦氏聚呢她本来娶新城公主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多争取一些政治上的利益 说白了就是能够借助驸马这个关系呢做更大的官 她刚娶新城公主的时候高宗皇帝确实是连升了她好几级 但是后来呢唐高宗李治的风机就开始发作 严重的时候目不能视 所以朝政呢基本上就交给了当时的皇后武则天 而武则天和新城公主之间的关系呢应该说很不好 本身姑嫂之间的关系大家也知道就比较难以协调 再者说呢新城公主也知道她的前夫长孙权的死和皇后武则天有脱不了的干系 而武则天觉得她的这个小姑子仍然怀念她的前夫 所以呢自然也就把新城公主划入了和她对立的政治阵营 在这里啊我想顺便插一句 人们通常以为啊是当时的皇后武则天虚意陷害长孙无忌的这一方势力 最终迫使长孙无忌自杀 这一切呢都是武则天的主意 而唐高宗李治并不知情 而实际上啊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这一切都是唐高宗李治借助武则天的手完成了对关隆贵族集团的终结 也就算正式结束了自隋朝以来黄泉与关隆贵族之间的争斗 黄泉最终赢得了胜利 而最终举起得胜之杯的皇帝就是唐高宗李治 而真正的执行者却是武则天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隆贵族集团倒台以后就赶上高宗皇帝并发不能处理政事 这样才导致了后来的武后专权以及大洲王朝的建立 如果李治的身体没有出现那样的状况的话 那么很可能不会出现以后的武后专权和武洲王朝 甚至武则天个人的命运都是一个未知数 好了咱们接着说新城公主 高宗李治病重以后 韦诗剧觉得自己在朝中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 以前有高宗看在他自己妹妹的份子上对他多有照顾 现在大殿上坐的是皇后武则天 算是他现任妻子的对头他这个驸马当的就越来越没有滋味了 甚至在和许敬宗这些当时在朝中走红的大臣接触的时候呢 他也经常会遭受到白脸 人们都很自然的把他划入了和武则天对立的势力中去了 韦诗剧在朝中仕途不顺遭受白脸 于是他就迁怒于新城公主 两个人由此就经常发生争吵 新城公主也多次的去宫中去找他的哥哥高宗李治 想让他的哥哥为他做主 不过这时候的高宗皇帝已经病得很厉害 不能见他 而且呢 这也算是后宫之事 自然应该由皇后负责 而武则天对新城公主一向是非常的冷淡 新城公主求告无门 而韦诗剧看到新城公主没有得到来自宫中的支持 也就变得越发的嚣张跋扈 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升级 后来韦诗剧又发现一旦他和新城公主产生了矛盾以后 他在朝中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了些 那些朝中的当权的大臣对他就变得亲近了一些 于是他对新城公主的冷暴力就越发的变本加厉 终于在新城公主28岁的时候突然在家中去世 这时候的高宗理智病情稍微有点缓解 当他得知自己最疼爱的妹妹新城公主 在28岁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就心中起疑让有关部门仔细调查他的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 最后调查结果出来了 新城公主的死和驸马为证据有关 虽然没有说是为证据杀死的 但是史书上记载说为证据对新城公主不以理 而且当时为新城公主诊病的太医们 也一致认为为证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家想想那些太医们没有治好新城公主的病 自然想拉一个人做替罪啊 调查结果出来以后 皇后武则天虽然她和新城公主的关系一向不睦 但是得知了新城公主在家中的遭遇 作为女性她也是身表同行 所以这时候呢她也是坚定的站在了高宗理智的这一边 最后是将那位倒霉的驸马为证据处以了急刑 而且举足流放 就连那个当初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东阳公主也遭受到了流放 东阳公主最后死的也非常的惨 处死了伪证据以后 高宗皇帝为她的小妹新城公主举办了一场超规格的葬礼 新城公主最后是以皇后的规格下葬 最后是陪葬于昭陵 而且是选了一个和太宗皇帝最近的一个位置 可惜啊这一切新城公主都看不到了 28岁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年龄就过早的夭折了 老百姓通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其实啊不光是老百姓对于公主也是一样 如果找到一个不靠谱的驸马 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非常的悲催 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的辉柔公主吗 其实啊不只是辉柔公主新城公主 历史上公主跟驸马之间的纠结呀非常多 我们以前的侧重讲的是公主这一方 今天呢还有点时间我们不妨再谈谈驸马 历史上这个驸马又是由何而来呢 在历史上啊驸马这个副呢最早是副手的副 大家记得当年张良在渤浪沙行刺秦世皇的时候 他请的那位大力士一铁锤砸烂的那辆马车就是秦世皇的副车 他们还以为是秦世皇坐在里面呢 但实际上这是秦世皇每次出游的安保措施之一 就是和他一起出游的不光有他乘坐的正车 还有二十几辆的副车 所以啊这样看起来当初张良行刺秦世皇成功的概率实际上真的不会太高 秦世皇以后的西汉皇帝也都沿用了这样的安保措施 每次出行都带有很多的副车 驾驶副车的人呢就被称为驸马 后来可能觉得驸马这个副字呢似乎不太文雅 于是就改名为了现在的这个副字 因为驸马的人数越来越多 总要有一个官员来负责管理这些人 于是呢就有了驸马都尉这个官职 据说历史上最早的驸马都尉呢是一位匈奴人姓金 再后来驸马都尉呢一般都是由贵族子弟来担任 虽然说官职不高 但是呢俸禄很好 而且呢经常有机会在皇帝面前露脸 所以呢也是一个趋之若鹜的职位 但什么时候驸马都尉和公主的老公联系在一起呢 这就要从东汉末年的富粉和郎开始说起 那富粉和郎又是谁呢 这个人物呢以前我给大家讲过 他的名字叫何燕 是东汉末年大将军何晋的孙子 后来何晋被宦官石长氏所杀 何家衰落 曹操兴起以后就娶了何晋的儿媳尹氏为妻 这样就把尹氏和当时年幼的何燕一起纳入了曹府 尹氏夫人成了曹操的妾室 而何燕也就成了曹操的养子 曹操大家都知道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妻控 曹操还有一个妾室姓杜也是一位人妻 是当年吕布的手下部将秦一路的夫人 说起这事儿啊 还和我们的关羽公二也非常的有关系 当初曹操攻打夏批城的时候呢 关羽也是曹操部下的将领 关羽啊早就知道城中的秦一路将军的夫人杜氏生的非常的美貌 关羽呢是仰慕已久 于是啊在开战前他就找到了主将曹操 央求曹操说城破之后 请把杜夫人赏给我做妻事 曹操当时就答应了 说起来也怪咱们这位官二爷太心急 他在之后又屡次三番的和曹操提起此事 反复提醒曹操要把杜氏夫人赏给我 曹操虽然嘴上答应了 但心中的好奇心顿起 所以呢在城破之日呢 曹操就要先见一见这位杜夫人 见面以后他的人期控就自然的转变成了不可控 对关羽的那些承诺也被杜夫人的美貌一扫而光 于是就自己纳了杜夫人做了妾室 这时候我们的关羽官将军是预告无门 心中是怨怒无比 但是又无处发泄 脸憋的是通红 面如重枣就由此而来 但关二爷毕竟是关二爷 关二爷发起脾气来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因为他一旦发起脾气 他就变得非常的二 关羽回气就冲自己的坐骑那匹马发泄了一通 把这匹马打了一顿 关将军的马也不是一般的马 脾气也非常大 也是憋得满身通红 于是就有了赤兔马 这也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帮一一对红 说起来曹操对他的这几位养子 就是这几位人妻带过来的儿子 还真是相待甚厚 曹操很有气量 不仅不要求他们改姓曹 还让他们保留原来的姓氏 而且对他们也没有多加的防范 而是唯以重用 像这位杜夫人的儿子秦朗 最后还做到了三军的统帅带兵去征讨贤卑 这位尹夫人的儿子何燕也是一样得到了曹操的赏识 何燕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 他是天资聪慧 非常的聪明 就这么说吧 曹操是何等聪明之人 曹操没看懂的东西 何燕看一眼就明白了 然后还能讲给曹操听 让曹操以为自己遇到了神 没想到后来何燕还真的成为了神 神神叨叨的神 何燕长大以后不仅是才气冲天 而且是美姿仪 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 最有名的地方呢 就在于他的皮肤非常的白皙 那种白啊 应该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白 魏明帝曹瑞也不信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白皙的皮肤 所以啊 在剩下的某一天 魏明帝就把曹操邀进了宫中 请他吃热汤面 何燕那时候已经是当时的明氏 是名满天下 但凡魏晋明氏 一向是都非常在乎自己的仪表神态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停下来 看看自己的影子够不够仙气 如果不够的话 对不起 要回头重走 所以明氏吃面 和那些泛夫走卒是当然不一样 当时何燕接过这碗面以后 就找到一个墙角蹲下来 一手捧着面 一手拿着一瓣蒜 就开始踢溜踢溜的吃了起来 旁边的人看到何燕如此的风采 不禁大赞曰 评书真明氏也 评书就是何燕的字 旁边的魏明帝曹瑞也在暗中观察 他想看看在大汗淋漓之下 这个何燕的脸上的粉会不会掉下来 他一直相信何燕脸上肯定是涂了粉的 结果看了半天 何燕呢 在吃面的时候 也不断的用刨袖来擦自己的脸 但是不管怎么擦 他脸上依然是白净如旧 就凭这点 让后世很多像我这样的波主都是赞叹不已 人家不管怎么折腾都不掉粉 魏明帝曹瑞这次算是心服口服了 知道这个何燕真的是天生励志 夫粉何郎 这个词语也又由此而来 何燕如此有才华 又如此的相貌俊秀 就得到了当时金香公主的青睐 金香公主是曹操与杜夫人所生的女儿 杜夫人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差点让官儿也得了闹雨雪的那位夫人 金香公主跟何燕结婚以后 很快就发现她的这个夫君只热衷于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西粉就是服用五十散 第二件事就是泡妞 她睡的女人比她换的衣服还勤 第三件事就是当时很多文人雅士乐中于做的清谈 就是所谓的玄学 何燕本人也是玄学的开创者之一 在她后面才有了竹林七前等等 现在的何燕已经再不是当年的那位神童和曾经的英俊少年 虽然说她还是依然的不掉粉 但是呢她现在掉的是渣 俗称渣男 金香公主无法忍受她的所作所为 后来呢有一次呢就向她的母亲杜夫人抱怨 说像她这样的话将来早晚会给家族带来灾难 杜夫人当时就安慰她说 说像她这样天天的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那你就不用再嫉妒她了 意思呢就是说你就不要管她了 过你自己的日子就好 从那以后金香公主就算是和何燕画清了界限 她过她的我过我的 谁也没想到后来曹爽专权 还大力的启用了何燕以及何燕的一众道友 就是一起吸粉的那些五十散人 再后来高平陵之变 司马仪夺回了政权 曹爽被处死 司马仪竟然命令何燕去清除当初的那些乱党 何燕是欣然从命觉得自己这次算是能够逃过一劫 在她清算了七家乱党以后来向司马仪报公 说乱党已清除完毕 司马仪说你清除了几家 何燕说我清除了七家 司马仪说不对应该是八家 何燕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另外一家 司马仪说你别着急你再想想 最后何燕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仰天大笑说评书真明是野 你说的对你去死吧 于是何燕就被诛了满门及三族 本来她的夫人金香公主也是难逃一死 司马仪考虑到金香公主与何燕 早已经是精卫分明各过各的 再加上杜夫人的求情 所以司马仪就放过了金香公主 金香公主也得以善终 金香公主的明智就在于她接受了她母亲杜夫人的建议 不再与这样的渣男纠结 这样她就可以安心的过自己的日子 不让那些负面的因素来干扰她 如果后世的金香公主能够学到金香公主的这份坦然淡定 那么她也就不会为这样的渣男所扰 最后反而误了自己的轻轻性命 说起来还有一件事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伪证据被处死几年以后唐高宗李治竟然又为她恢复了名誉 并且允许她与新城公主合葬 不知道李治为什么这么做 可能是受到了礼法所限 毕竟伪证据还是新城公主的丈夫 不过这样的话 新城公主在九泉之下恐怕也是不得安宁了 说起来啊 新城公主还是太温柔了 和以后的唐中宗李显的女儿宜成公主 那是没法比 宜成公主就曾经对她的驸马说 说你不要乱来 如果你乱来的话 我就撕了你的皮 结果她还真的做到了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临走临走 我又挖了一个坑 下期再给您慢慢的埋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